一講到當年參加保釣運動 再想到現在處境 漁民忍不住激動情緒 政府無情我們就真的很炮火 就是跟我們干擾 跟我們做業 跟我們別動 就只要這個抗議 指著港口 漁民說八年前 保釣運動就是從南方澳漁港出發 這史上最大規模的保釣行動 一共有超過百騷漁船 浩浩蕩蕩集結且往釣魚台 當年保釣運動 船上大大布條掛著 未生存護漁權 誓死保衛釣魚台 不僅有民間公司团體 大力贊助出錢出力 成了歷年最成功的保釣行動 還吸引了全球媒體關注 月上世界各大爆頭條 宜蘭地區的民眾 更主動發起了保釣大遊行 至於我們地方的儀品 還有儀位 我們大家共同來發動的 而且非常感謝企業家 蔡英明先生 鳳凰集團 來機會的支持 才能夠順利成長 當年全國上下一條心 除了有政府立體 民間企業更是出錢出力 贊助整個活動 對比現在讓漁民痛批 蔡政府對日方改名 沒有任何作為 態度軟弱 直說政府不夠硬 民間只能靠自己 漁民尤其擔心 蔡政府迟迟沒有和日方打成相關的漁權協議 未來他們到釣魚台海域捕漁會受到日方更多打壓 漁民的生計也會更加困難 而這一股民間反彈的怒火 他們也要蔡政府好好張大眼睛 記者林申 宜蘭報導